第0791章 我觉得 我认为 红天风这些提醒人 一个个呆若木鸡 在他们的修炼认知里 从来没有写上一个人的名字 会遭到这样轰杀的 这究竟是什么神通 为何会从灵魂深处 产生一种畏惧 你 你究竟是何人 此乃红天风道观 敬奉招摇神明 你这等歪魔邪道速速离去 否则 一名提醒人指着祝明朗 并拿出了招摇神的名来威赦 祝明朗也懒得 与这些卫虎作仓的人渣废话 手一抬 上千道烟红的飞剑 从他的面前飞出 每一柄飞剑 都像是已经锁定了一个目标 他们静止地 飞向了红天风的这些残忍提醒人 全部一箭封喉 此处 提醒人有近千名 为首的正是那半脸瘫痪的屠刀者 利刃飞出 而且不是慢悠悠地飘去 他们基本上都是一闪而过 以飞剑剑朔之力 直接贯穿了这些人的喉咙 东 站在这形台不同位置的提醒人 几乎同一时间倒下 落地的声音都是一致的 近千人瞬间死亡 半瘫脸屠刀者是 少数没有直接毙命的 他呆呆地望着柱明朗 整张脸上写满了惊恐与震惊 像见到了鬼一样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不远处的墙远内 那个手持长斧的杀戮者冲了出来 此人粗犷 凶狠 一只手拖着那血迹斑斑的长斧 另外一只手 竟然直接抓住一个少年的脑袋 像是提着一只正打算放血的鸡鸭那般 那少年已经吓得魂飞魄散 尤其是他这个视角 正好可以看到锋利恐怖的辅刃 半瘫脸屠刀者不敢说话 他全身给被冻住了斑 哪怕一根手指都活动不了 他这辈子都没有见过 实力强大到这种地步的人 呵呵 你又是哪来的散仙 胆敢到我们红天方 来撒眼 斧屠者裂开了一个笑容来 他随手将少年丢到了院墙里面 双手握着那怪异的长斧 一步一步朝着柱明朗 这里走来 嘴角也慢慢地勾了起来 接着道 杀一些鱼虾 确实没有意思 把你砍了 应该能让我长不少修为 柱明朗看都没有看一眼 这个斧屠者 而剑玲珑 已经自行飞到了 这个人的上空 突然 剑玲珑笔直地垂下 朝着斧屠的头颅上 刺了下去 斧屠者看似狂妄 但修为根本无法 和剑玲珑相比 干净利落的一剑 从他的头颅灌到了身体 拔出的时候 剑玲珑的剑身 连一丝血都没有沾到 只是下一秒 那斧屠者的脑壳上 喷涌起了一根 心红的血柱来 斧屠者一副 从未察觉的样子 还向前走了几步 但很快脸上的野性笑容 荡然无存 他全身无力地摊在了地上 生命流逝 死壮凄惨 半脸的刀屠者 已经意识到 面前的人 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存在了 他没有像斧屠者 那么愚蠢 而是立刻放低了 自己的姿态 谦卑地说道 这位上仙 我们红天风有冒犯之处 还请上仙宽恕 这些愚民 勾结叛逆 谋杀我们信奉神明者 一百多人 前些日子 更是胆大妄为地 杀害了我们的神选天子 罪大恶极 我们 我们不过是奉命行事啊 你应该还不够格和我说话 爬到外头的朝拜官去 换一些神意过来 祝明朗淡淡地说道 半脸刀屠者听到这句话 反而一阵狂喜 这么说 对方不会杀自己了 只是 为什么要用爬了 自己可以跑过去传话 为等半脸刀屠者 想明白怎么回事 他突然感觉到 身下传来剧痛 他整个人矮了半截 然后血淋漓地趴在了地上 半脸到屠者扭过头去 这才发现自己的双腿 已经被一箭给斩断了 如果能够把话 传到招摇那里最好 我想和他聊聊 怎么做什么 祝明朗对这半脸屠刀者说道 拖着无腿的身子 半脸屠刀者 拼命地朝着外面爬 血液根本止不住地往外流 在地上 突出了一条长长的红迹 祝明朗最不可能放过的 杀无辜那么简单 而是想尽一切办法 去杀害那些不相干的人 这一箭虽然只是 砍断了他的双腿 但祝明朗出的是流血剑 这剑法展开的伤口 是无法止住流血的 祝明朗扫了一圈 那些被束缚住的无辜者 将他们都解开了镣铐 包括之前被拖进院子里的 那皇室商人一家子 皇室商人一家子 又是三败九寇 感激涕零 祝明朗也知道 被压界到这红天风形台的人 数量惊人 并不只是自己眼前看到的这些 何况贺双宗地界中 还有那么多城镇 同样还在遭受着 红天风与黑天风的践踏 就这些人只是顺手 终究要把灯给制了 你们贺双宗 就剩你还活着吗 祝明朗走到了那烧红的柱子处 聂小玄整个被 都与火铁柱粘在了一起 贸然地将他扯出来 就等于是 将他整个杯给削了 祝明朗也只好 先将上面的火盆给吸了 然后到了一些 快速结痂的药液 好让他的被变成硬疤 不至于粘腹铁柱 只剩下一些年纪小的了 还在铁笼里 他们打算将它们拿去喂兽 聂小玄虚弱无力地说道 有活着的就还好 祝明朗往另外一处院墙中望去 那里似乎确实有一些铁笼子 不过那里暂时没有人 朱公子 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您的剑快 不如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痛快 你也好趁早离开此处 红天风道观内怕是 不仅仅有准神级别的人 坐镇的 那白发传教老道 是神级 聂小玄说道 我这人不做损应得的事情 待我灭了这红天风 你们想活 还是想死 自己做抉择变好 与我无关 朱明朗说道 聂小玄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只是用一双困惑的眼睛 看着朱明朗 灭了红天 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没多久 那位鹤发童颜的老道 便带着一干人等出现了 这些人多数穿着金褐色的宽松麻衣 头发梳理得非常整洁 额头上还有一点珠红 身上带着彰显出 他们与众不同气质的玉器 他们一共有十八人 修为都不低 当他们看到一地的尸首后 每个人眼睛都瞪大了 同中充满了愤怒 这世间竟还有人赶在他们 红天风中行凶 大胆恶徒 竟杀我红天风这么多弟子 鹤发童颜老道 用手指着朱明朗 大声呵斥道 他的声音具有极强的穿透力 朱明朗周围的那些铁柱 都因为他这一声呵斥 而全部粉碎了 你只看见你红天风的弟子 为何看不见那些 被蹂躏致死的凡民呢 这些尸骨 在你圣洁干净的道观后面 都发臭了 你怎么还有那个脸 在朝拜灌对着那些善男性女们 说着道貌岸然的话 朱明朗同样指着 这个传教的老道骂道 这些人乃忤逆之人 神明都唾弃他们 我们自然有权判罪 鹤发童颜老道说道 神明的唾弃 你代表了神明吗 哪位神明 是招摇 还是你自己 朱明朗冷笑质问道 自然是无神招摇 鹤发童颜老道身上 有一丝丝的神灰显现 只不过 他并非是正神 无法像朱明朗那样 带有威慑力 他故意表露出自己神级境界 就是要给朱明朗一个下马威 他接着说道 这里乃招摇疆域 每一寸土地 每一个生命 都受到了招摇神的庇佑 这个女人 乃百丧国人 对于神明 丝毫不存在感激之情 竟做出是杀天子 这般人神共愤的事情 你不用和我解释这么多 著名朗淡淡道 那你又是何意 你这样的散仙 我见了不少 无非是想要为这些人生透 无非是心怀几分慈悲 但你可知道 这个独女这些年来 一共杀害了我们上百人 将我们那些 红天风无辜的弟子 剁成肉酱 用来做树肥 他成立的鹤双宗 培养那些死士 就为了残害我们 红天风骨干 与他相关的人 我们又怎么可能放过 鹤发童颜老道 接着说道 我说了 你不用和我解释这么多 我勉强也算是 一位执法者 我的上头 只有一个对一切事情 不闻不问的老天 我行事的方式很简单 我看见 我觉得 我认为 我看见你们的人 借着此时滥杀无辜 我觉得 你们红天风更恶臭 并且我认为你们该死 著名郎此时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笑死人了 你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 用这三条标准 来界定所有的事情 你是这疆域的神明 还是这天书的星山 我乃红天风万事传教 既你一心向死 我同志远便成全了 鹤发童颜的传教说道 他是神级 你不要与他斗 快走啊 这时 鹤双东的聂小玄 急忙说道 能杀风魔 确实证明 这位男子有一定的实力 可与红天风 这种始祖级别的人较量 是不可能的 著名郎脸上 还是带着平静的笑容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色 正好 傍晚时分 神级传道者 也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自己 看家护院龙的攻势 第0792章 掌戒神常力 上 将他打得魂飞魄散 传道者同志远 命令身边的那18名 金鹤蚂蚁舞修者 舞修者们纷纷出手 他们应该是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 臂力 腿力都相当恐怖 而且 这18个人相互之间非常默契 在前行的时候 每个人身法都是一致的 时而蛇行急速靠近 时而分散 如猛禽突袭 天上渐尘 暮色山林中 一道笑天之吼莫名地传出 紧接着旧式磅礴的鹰煞之息 从红天风四面八方刮来 宛若是有无数鹰鬼 正伸出了爪子 对着一切 进行了疯狂的撕抓 那18名鹤金蚂蚁舞者 刚抵达住明朗身边 正要摆开沙阵时 这鹰煞 狂熙将它们统统卷飞 长空莫名的暗沉 周围更被一片虚暗给笼罩着 人们能够看到了 区域非常有限 而就在每个人内心深处 涌起一阵恐惧感时 突然昏暗的天地间 出现了两柄漆黑的镰刀 漆黑镰刀横跨东南两面天 高高地架在了 宏伟的红天风之上 而这红天风道罐中的数万人 相较于这金式镰刀 便如浮游尘埃一般 刷 镰刀豁然斩下 毅力不知了多少个千年的红天风 从封顶道罐处 被狠狠地展开 风头直接裂开 倒冠一分为二 整座矗立向天的红天风 竟如竹灭一样 被破成两半 一风变两风 而站在著名朗面前 那十八名金鹤蚂蚁舞者 没有一个能够幸免 全部在这一天的连斩中暴毙 传教者佟志远 他呆呆地立在原地 有些不敢置信地 看了一眼被展开的红天风 又看了一眼自己的胳膊处 血液从被切开的胳膊 伤口处狂喷 传教佟志远那张脸开始扭曲 他张开嘴痛苦地尖叫着 天风城中 车水马龙 黄昏前 天风城有一个晚事 会相当地热闹 人们略显拥挤地行走在街道上 看花满意 好不热闹 可很快惊世骇俗的一幕 出现在了他们每个人的视线中 被他们奉作神山的红天风 几乎触碰到云端的红尾天风山 竟被一个硕大的黑色镰刀 劈成了两半 从他们山下的角度望去 这一幕 跟天被破开了一个巨洞 没有什么区别 惊恶 恐慌 哭喊 整个天风城乱成了一锅粥 不仅信仰在一瞬间崩塌了 他们甚至不知道该到何处躲藏 阎望龙与昏暗的天幕融为一体 他没有显露出本尊 涂留了一双幽冥火精 在这黑漆漆的世界中 冷灭地俯视着红天风道观 这些妄想对著名朗动手的凡夫俗子 十八名红天风高手瞬间泯灭 就连神迹的传道同志愿 都被直接斩了一条胳膊 整个红天风道观的神意 神明都已经崩溃了 他们何时见过这样毁天灭地的力量 这还是凡人吗 分明就是神怒之斩 夏明有眼不识泰山 夏明有眼不识泰山 同志愿猛地跪拜了下来 完完全全没有了之前道貌岸然的样子 我看见 我觉得 我认为 这三条规矩 你可记住了 著名朗再一次询问 这位红天风的传教 记住了 此事必定是我们的疏忽 没有秉公处理 更放纵手下肆意凌辱黎民百姓 乃我们这些神意 神识地独职 今后 我们一定会严加管教 绝不会在准虚手底下的人 做着伤天害理之事 同志愿顾不得自己的另外一条胳膊 不停地磕头求饶 没有必要向我发誓保证 我怎么可能管得了每个人的一言一行呢 你们骨子里是什么样的人 那就做你们想做的事 残害黎民 迫害百姓 滥用神权 妄自定罪 反正你们觉得 这样会让你们身心愉悦 会在这优越感中得到快乐 那就遵从你们骨子里的这种德性 一辈子如此都可以 但你们每一天敬拜神明的时候 最好向他祈求一件事 不要被我撞见 因为我这样的神 绝不会给你们这种人第二次机会 我不是佛祖 没有必要宽恕你们 我的职权是送你们去投胎 我也不劝你们 下辈子做个人 因为你们下辈子 多半是畜生 著名朗说着这些话时 这一分为二的红天风道观中 突然涌起了魔焰明火 可以看到那幽明之言 从裂缝中渗透出来 如溪流江河一样 迅速地遍布了 这整个红天风道观 这种火焰不会焚烧一指一语 却会钻到活物的身体上 扑不灭地蔓延 幽明魔火没有温度 甚至让人感觉透骨的冰冷 它真正灼烧的是人的灵魂 助明朗那双眼睛 此时与阎望龙的幽明火瞳 完全灰映 冷酷 桀骜 威严 贺双宗的聂小玄呆呆地 看着助明朗 恍然间在 助明朗身后的庞然黑暗中 看到了一条巨龙 那龙拥有一对镰刀之意 如魔魂一样 并存的龙面盘 更像是一个黑暗的主宰 审判着阳间之人的生与死 炎 炎望 传说中的炎望 炎望龙 聂小玄是制作妇龙神蚕丝的 他对各种龙都非常了解 而黑夜中的黄 炎望龙最是罕见特殊 是当之无愧的夜间龙皇 这样的龙 竟臣服在这位男子之下 炎望龙的位格 甚至要高于天书神浆的某些正神 没有正神的魂格 又怎么可能让炎望龙俯首称臣 难道他是正神 聂小玄眼睛都不敢眨 生怕错过了 柱明朗身上的半点细节 他现在已经断定 柱明朗是高高在上的 苍穹正神 绝不是什么散仙 只是他属于那一颗苍穹心 神明又是什么 那被天雷轰死的书生 似乎写过他的名字 只是当时只有 柱明朗面前的几个人可以听见 用定罪书给正神定罪 然后遭受天雷轰杀 天哪 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这个 原来 他刚才说灭了红天风 绝不是信口开河 这位寻游夏界的神明 是真的要灭了红天风 聂小玄的眼睛里有了光辉 他从未像现在一样 激动得不能自已 老天终于开眼了 终于要承接这些 无法无天的神下组织了 终于有人敢质疑招摇神 敢拷问高高在上的心神 他这名艳 柱明朗像一个死神 在这红天风 华丽的道观中踏了一遍 该杀的 柱明朗一个不留 包括那个鹤发童颜的传道者 只是 柱明朗正要把那些徒者 也一起泯灭的干净的时候 另外一座昏暗的天风上 有一群架着 黑金色座驾的人飞来 他们落在了 柱明朗所在的位置 一名中年男子 从那座驾中跃了下来 紧接着 就是四名穿着 不同色泽麻衣的半神侍缝 无奈常力 黑天风的风主 招摇神下神士 长空虽无常力的心明 但也是这一江之地的 掌界神明 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要对我们招摇 天风下这样的狠手 难道不怕无神招摇 将你打得行神俱灭吗 那自称是掌界的神明说道 常力 这名字柱明朗 还真听过 在集庭大陆 那些神下组织招摇 正是打着这个常力的旗号 包括柱明朗杀死的那个 将一成人涂光的千万人涂 又是一个纵容者 红天风 黑天风 执掌者的名声 在众姓城 就已经臭不可闻了 也不知道 他们怎么还有脸 在天风上设立道观 享受万民朝拜 你儿子死了 你要多少人陪葬 你说一个数吧 柱明朗对常力说道 那天子 正是常力的儿子 也是招摇神的爱徒之一 常力狮子之痛厚 显然是 打着忤逆的招摇神的罪名 开始疯狂地杀人 不将鹤双宗的人十足诸连 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陪葬 我这是在为无神铲除忤逆者 我儿之死 是小 我们疆狱中 潜藏着这样一只忤逆群体 却没有能够扫除干净 才是大事 若无神招摇下界赐福 本是普渡亿万子民 若是因为这些老鼠屎触怒了无神 风不调雨不顺 雷鸣 山红 海啸 月氏不断诞生 苦得岂不是亿万之名 常力作为一个神机者 自然有他成熟的一套说辞 既然这样 你把招摇换来 我与他当面对峙 我倒看看这是你的意思 还是他的意思 柱明朗对常力说道 放肆 无神岂是你说换就换的 你又有什么资格传唤无招摇上神 常力骂道 没关系 他不来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 我就砍了你的脑袋 招摇纵容天风组织 如此滥杀无辜 为急欲而屠成 屠名 我自然会和他算这一笔账 但你常力这些天所作所为 是难逃一死了 红天风 黑天风 今日起就灭亡吧 柱明朗冷冷地说道 我倒要看看 你有何能耐 常力率先发动的攻势 掌戒神常力是一名武掌修者 他的手掌每推出一次 便如排山倒海一般 气势磅礴 力量惊人 而常力带来的那四名半神 实力也是了德 他们分别是持着伏 刀 斧 棍 而且所施展的半神神通 更是汹涌可怕 第0793章 死神斩 柱明朗站在原地不动 阎望龙那硕大如山的身躯 已经落在了柱明朗的面前 无论是强大的排山掌 还是那另外四名半神的武器神通 打在了阎望龙的钻金之灵上 连个刮痕都没有看见 阎望龙慢慢地抬起了自己的翅膀 死神镰刀之翼左右各一斩 速度极快 力道恐怖 直接让那持着符合棍的半神 伸手一触 半神 直接秒斩 阎望龙杀起人来 实在利落 锋利的镰刀之翼 简直是图神利刃 别说是半神 准神了 即便是神子级别的人物 也未必经得住他这超越自身级别的连斩 接近神将级的恐怖实力 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这红天风和黑天风 只不过是招摇八大天风之二 哪怕招摇神青灵柱明朗 也不会畏惧 何况是这小小的一个天风主 非正统神 阎望龙面对这些人的攻击 根本不闪躲 神子级的长力 使尽浑身解数 都是给他刮杀 他要做的 就是一个接一个 将他们采成肉酱 四个半神 完全不够阎望龙杀的 而掌戒神 长力脸色铁青铁青 他那双眼睛盯着 躲在阎望龙背后的柱明朗 似乎想要找机会 绕过阎望龙 将柱明朗给处理了 可是阎望龙也不傻 好歹入火后的第一站 往后都还要吃人家的龙粮 尽管心里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给这个人类打工 但是已至此 也没有必要再矫情了 哇 龙脚之间 产生了呼应之名 很快一股矫阵波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 那长力刚想要穿过 阎望龙的形体 结果被阵的耳膜都要破了 长力捂住自己的耳朵 急急忙忙利用自己的彩叶身法 逃离那矫阵波 结果体型巨大的阎望龙 其实非常灵活 他一个突如其来的撞扑 锋利的龙爪猛地朝着 长力拍去 长力身法已经很高明了 结果阎望龙追着一顿猛拍猛踩 本来就被劈成两半的天风 更是摇摇晃晃 险些直接坠落 红天风道观 可还有不少弟子 他们无非是神仙打架下的小蝼蚁 可蚁蚁也想要活下来 此时这些弟子迫切地 希望他们的封主 长力被直接拍死 这样那恐怖的阎望龙 就不至于把整个山峰给拍碎 山峰 真要倒塌的话 他们可没有那么高的修为 保证自己不活活摔死 著名朗注意力 正在阎望龙与长戒神长力的战斗中 忽然悬浮在身后的剑灵龙 发出了一声颤鸣 像是在警示着什么 不等著名朗转过身去 剑灵龙已经自己出窍 他飞向了一个模模糊糊 没有半点气息的影子 突然朝着这影子一顿乱劈 凌厉的剑气扫荡下 那影子终于现出了本体 竟是之前那个失去了一条胳膊的 传叫老道同志远 著名朗有些讶异 看了一眼不远处同志远的尸体 又看了一眼这边这个一模一样的老道 金蝉脱鞘 这老道还会这样的本领啊 我倒要看看 你能够脱几层壳 著名朗笑着 让剑灵龙自主行动 直到将这个老道士给斩了为止 同志远懊恼愤怒 他本来想借着掌戒神长力的 出现偷袭著名朗 哪知道对方身边 还有一柄这么特殊的剑 此剑完全不需要主人的意念来操控 他强势 灵力 而且精通各种各样的剑法 同志远不属于那种 能够在正面和强敌硬抗的那种 何况这么多年享乐 他的实战能力已经大不如前 遇见剑灵龙这样凶狠的剑招 只能够不断地往后逃 同志远往黑天风的方向逃 剑灵龙便直接越过了两山峰 并分化出了一列列剑阵 剑阵如一张硕大的剑网 笼罩住了这一大片辽阔巍威鹅的山峰 云层之下 密密麻麻全部都是风力鹅的英红飞剑 这些飞剑 同样会不停地变化剑阵 从咒语剑阵变成了长河 又从长河化作了灰红的剑刃长龙 同志远在半空中跌跌撞撞 好几次都被飞剑给直接钉穿了身体 宛若是一只麻雀 正在被一群雄鹰给追捕 仓皇不安 剑灵龙已经追出去很远很远了 助明朗视线都望不见 不过助明朗也不需要太过在意 同志远一死 剑灵龙就会自己飞回来 这边 阎望龙在追着一头豚鼠一般 那掌戒神常力修为 虽然有神字级别 但面对阎望龙这种实力 接近神将的夜龙皇 同样是被撵着暴打 大概是在龙门中 对付那些神明有了经验 绝大多数神明 都会有那么一些保命的技能 所以要杀死他们的话 一定得提前做好一些束缚手段 能打败他们是一回事 能不能击杀 又是另外一回事 常力在意识到 自己不可能战胜阎望龙之后 就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不过 助明朗想错了 常力的逃跑方式 并不是依靠自身 而是强行将红天风道观之中 那些弟子给换了出来 红天风 黑天风 好歹也是神下组织 其中 神明 神选 以及侍奉他们的高手 不计其数 常力一声令下 这两大天风中 便一下子出现了 好几千名高手 其中有不少都达到了王级 他们在山峰之处 组成了一支 充满气势的王级军队 各显神通 那些充斥着烈焰 冰霜的符咒 便像冰雹炎雨一样 洗礼了过来 阎望龙身躯傲然屹立 他完完全全 无视这支天风强者军团 无论多少人形成的能量暴雨 倾泻在他的身上 都无法在他钻金龙铃上 留下半点伤痕 深吸一口气 阎望龙沐浴着那些符咒 猛地朝着那几千人 吐出了一口英曹狂熙 狂熙扫过 没有带起多么浩瀚的波动 也没有想起震耳欲龙的声势 但是那几千红天风 黑天风高手组成的人阵 却一下子 被阴曹狂熙 剥成了森森白骨 血 肉 皮筒筒消失 就只剩下一具恐怖的白骨 这些红天风与黑天风的神下人员 都已经吓得魂飞魄散 仅仅是这么一口吐息 就让他们一千人直接丧命 还是直接变成白骨 这就是神龙与凡人的区别 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 再多的红天风 黑天风高手 也不可能招架得住阎望龙的攻势 很快 那些修行者就坐鸟受散 哪里还敢为那个常力卖名 绝对的力量面前 信仰这种东西也毫无意义 常力人也傻了 这里可是招摇天风啊 在天书他们招摇天风 已经代表了神拳皇拳 他从未想过会有这么一天 整个天风被人踏灭 阎望龙穿过了那些枯骨 一双幽冥火铜 兵猛地注视着常力 同为神字集 常力这种 靠着各种天才地宝堆出来的修为 根本无法和阎望龙这种 实打实的神龙相提并论 阎望龙抬起了爪子 落下的过程 仿佛大半块天都轰落了下来 巨大的碾碎力量 让常力感觉自己的全身骨头 都要散架了 他朝着裂开的山峰 后头退去 那里有一片变成了废墟的道观 阎望龙的眼睛突然闪耀起了明焰 剧烈地燃烧着 与此同时常力的身上 竟莫名地炸开了一大片明焰 这些明焰迅速地吞噬了他的头颅 身躯 四肢 并渗透到他的五脏六腑 更直穿着烧他的灵魂 常力变成了一个诅咒火人 他在疯狂地打滚 他在撕心裂肺地惨叫 作为神子 这家伙倒比那些修行者要顽强一些 阎望龙的明火 在他身上烧了许久 他都还没有死透 阎望龙并没有那个耐心 等待他化成一具枯骨 他挥动起了死神镰刀之意 而就在这时 常力突然从那明火中剥离 留下了一具被烧焦了的曲强 那还算新鲜的新生区 竟一下子弹射到了极里之外 著名朗目光跟了过去 华过了昏暗广袤的苍穹 顷刻间抵达了天边 出现在了那些远山波澜处 又是金蝉脱鞘 看来这一招 是他们红天锋的逃命法门了 脱鞘后 常力的速度相当之外 快到著名朗根本来不急 让女娲龙去束缚住他 对方的这个能力 算是在神明里逃跑能力相当出众的了 毕竟著名朗可是在龙门中 杀戮过各式各样的神明 更应对过许多闻所未闻的神通 可惜 竟让他跑了 说了要灭红天锋 没有能够将他们封主给斩了 虽然这样一番扫荡 可以让招摇天锋的人 近几年老实一点 但斩草不能除根 著名朗总觉得会有点不太舒服 阎望龙的死神镰刀之意 仍旧举在空中 一股黑色的阴槽之气 缭绕在他的翼刃处 越发昏暗的天地 仿佛变得狭窄而渺小 而阎望龙的这死神镰刀之意 却不断地巨大巍峨 常力已经逃到了远山之后 然而每当他一回头 就可以看见一柄通天之帘 黑漆漆地立在自己身后的天空 整个天空都被他给遮蔽了压制着 而常力无论速度有多快 逃得有多远 那毅力的连刃依旧悬在他别后 不曾被甩开 更不见他距离拉远而缩小 甚至 常力觉得这死神联翼还在扩大 从天边伸展到自己的身后 近在咫尺 第074章 神明功绩 刷 死神镰刀之意 终于落下了 常力瞪大了双眼 任由他的面门斩了下去 相当精准与完美的分半斩 他的左眼瞪得更大 充满了恐惧 与他左半边身躯 缓缓地倒向大地 他的右眼满是难以置信 与他那右边 一般身躯滚落到山崖 鲜血相互喷涌 粘稠至极 周围的一草一木 未曾有半点切割 连不巧途径的 风也没有意思紊乱 那遮天蔽日的死神之帘 只斩向常力一人 作为神子级的存在 他逃得足够远了 可还是逃不过这一斩 锁魂之斩 逃无可逃 阎望龙的连翼收了起来 他回头看了一眼驻明朗 驻明朗也过了好半天 才回过神来 强悍啊 强悍得离谱啊 人都逃到天边了 竟然还是直接斩杀 驻明朗忽然间庆幸 当时面对阎望龙时 自己是往大地下面钻的 而不是投铁地朝着远处逃 不然那个时候 伸手一出的就是自己 神子级别的魂珠 肯定不能浪费 有阎望龙的一盏与明火留下了印记 驻明朗又加强了 彩魂酿珠的能力 隔着很远 也可以看到常立的残魂 朝着自己这里飘来 稍稍牵引 便凝聚在了自己的手掌处 化作了一颗神级魂珠 而刚采集完一颗神珠 剑灵龙就从另外一个方向 飞了回来 剑身上一尘不染 驻明朗下意识地 朝着剑灵龙回来的方向 使用了彩魂酿珠 果然又有一缕缕魂魄 飘了过来 最后凝聚成了一颗 比较劣质的神级魂珠 这劣势神级魂珠 还不如一些准神魂珠 显然那个老道 已经很多年 没有精炼自己的能力与修为了 实力也就和一名准神 没有什么区别 红天风 黑天风的两大神级领袖一死 整个道观的那些神明 神意 侍奉 统统跪倒在了地上 根本不敢再有半点反抗之意 如今 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 来人才是真正的神明 他们神下组织 这几个卫虎作仓的尾神 根本不够人家砍的 助明朗也没有必要大开杀戒 毕竟也不是所有的急欲修行者 都是那般丧心病狂 招摇天风需要的就是肃清与鞭挞 周围跪满了人 不仅仅是红天风与黑天风 两座峰下的城都有无数的人跪着 偏偏在这个时候 雷伐灵史开始行云不雷 那一道又一道擦亮整个天地的闪电 映出了助明朗的神灰 更让这些凡人诚惶惚恐 惩罚 这就是上天对红天风与黑天风的惩罚 他们的行为已经触怒了上苍 所以才派遣一位神明前来惩罚他们 助明朗站在了破裂的山峰顶点 他抬头望着夜空中那一颗特殊的星辰 那星辰就在华丽的北斗七星附近 曾经也无比璀璨耀眼 受亿万生灵敬仰于主目 我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你也不打算陷个身吗 助明朗对着那代表着招摇神明的星辰问道 那星辰毫无反应 仍旧围绕着北斗七星 或许招摇神还不知道 也或许招摇神根本就不在意自己的神下组织 至少红天风与黑天风的死活 他根本不在意 招摇新神没有出现 哪怕与助明朗对峙也没有 他不现身 助明朗也懒得在这里浪费时间 扶着贺双宗的女宗主聂小玄 助明朗带着仅存的贺双宗百名年少子弟 离开了红天风 至于那些因为此事牵连被抓的人 基本上也都被释放了 两大风主级的人物都被砍了 底下的人哪里还不知道 自己犯下了什么罪念 刚下了山峰 助明朗却发现 小白起和小银龙不见了 这俩家伙不久前 还在山峰上打哈欠看戏的 发现没有他们的战斗戏份 就自己跑去山峰某处逛去了 用心灵感应找寻他们 没多久 小白龙和小银龙勾肩搭背地回来了 小脸颊上 还带着贼兮兮的表情 你俩做什么去了 助明朗问道 小白起舞动着自己肉乎乎的爪子 用爪雨和龙雨表示 小精灵银龙发现了一些亮晶晶的东西 他们就去叼了一些回来 说着这些 小白起摇晃起了自己的尾巴 施展出了乾坤法术 将自己藏在乾坤空间中的那些亮晶晶东西 给捣了出来 哗啦啦啦啦 感觉像是金色的小山丘倒塌了下来 助明朗看到了无数金银珠宝 还有无数奢华的星石月经 多地铺满了助明朗脚下这一块小草地 而且 随着小白起的不断摇动尾巴 还有更多东西在倾倒出来 助明朗人都傻了 这俩家伙 跑去洗劫人家金库了呀 贺双宗的聂小玄 虚弱地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满地的财宝 又看了一眼助明朗 他是知道助明朗很缺钱的 否则也不会跑去 接仇杀的悬赏 聂小玄的眼睛里 看多了一丝丝的怀疑 他开始觉得 这个男人将红天风与黑天风给灭了 可能不单纯是替天行道 嗨嗨 助明朗老脸一红 尴尬无比 好不容易树立起的宏伟形象 就被这两个顽皮的小家伙 给彻底毁了 即便是确实干了这勾当 你两等没人的时候 再倒出来啊 这么多的宝物 怎么也有个十亿斤了 总而言之 好样的 此时因我们而起 我们即便逃到很远的地方 终究还是无法摆脱 其他六封的盘问 死仇已报 我们回到宗门 便自吻在大家的坟前 聂小玄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能够不再承受折磨 已经是一种解脱了 他们呢 他们正值年少 祝明朗指了指 背后跟着的那百来人 尽管遭受了非人的虐待与折磨 他们眼睛里还是有光 他们有人还想要活下去 想要啃下这份艰难的命运 我 我也不知道 聂小玄也不知该怎么作答 这些年轻的百丧国人员 在被自己接到宗门之前 多半是在做奴役 我给你们一个小建议吧 选不选由你们自己 你们往四荒江走 进入到集庭 到一个叫祖龙城邦的地方 以你们的饲养神残的能力 倒不用担心无法生存 祝明朗说道 那里是 聂小玄眼睛里稍稍有了光泽 嗯 是我的属地 那里落后天书一个文明级别 处在一个需要追赶与发展的阶段 也正好需要像 你们这样 拥有神残饲养能力的人 到那里找一个叫祝天官的人 他会妥善安顿你们的 祝明朗说道 富龙神残思 这东西 简直就是驯龙神器 祝明朗还真不希望这样的好东西 就这样消失了 所以也打算给贺双宗的这些残余人员 一条生路 红天风和黑天风已经半灭亡状 他们无暇去掠夺集庭了 集庭现在暂时比较安全 让贺双宗这些人到黎川中重新开始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归宿 聂小玄眼睛里似乎也看到了希望 他们世世神者 被神明唾弃 厌恶 甚至要被神明下令追杀的人 连那些器皿都不如 这样的他们是 无法在天书中栖息生存的 所以聂小玄并不想活下去 也知道贺双宗剩下这些人 活着也是遭罪 但如果能够到另外一片大地 还是有另外一个神明庇佑的地方 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这位男子神明的庇佑下 他们不再是器皿 可以有尊严 可以不用担心黑夜 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路就由你们自己来走 我不可能护送你们 你们保重吧 助明朗说道 这点能力我们还是有的 聂小玄说道 保重 你也保重 聂小玄目送着助明朗离开 一直望着助明朗消失在视线中 聂小玄脸上的神情才有了一丝变化 像是如释重负 又像是重获新生 他低下头 弹开了自己的手掌 他溃了肮脏的手掌上 捏着一张半焚烧的小纸片 小纸片上正写着两个字 浮沉 聂小玄默默地念了一声 过了一会 他抬起头仰望着天 隐约间在月光明亮的天穷中 看到了一颗影星 他的眼神从茫然渐渐地变得坚定 从今往后 这就是他的兴奋 助明朗回到了重信城 然而消息传得非常快 整个重信城就跟炸开了锅一样 疯狂地讨论着 招摇天风被人踏灭的消息 民间都已经流传着自己的传说了 看来神的声望与名望 也都会随之上涨 应该也相应地 会收获不少信奉者 看看你头顶上 有没有一股紫气 锦理先生问道 助明朗莫名其妙 抬头看了一眼 结果发现自己脑袋上方 还真有一团紫气 这是什么 助明朗惊讶到 类似于功德与馈赠的东西 你想啊 那些修行疾欲的人 做了符合自己欲望的事 修为都会随之上涨 你作为一个寻天之神 除掉了这种畏虎作娼的神明 自然也会获得相应的神老 有些神明靠的是信仰 信仰者越多 他力量越强大 有些神明靠的是贡品 特殊的贡品 可以让他们无所不能 而你十有八九 是靠是神赞业绩 锦理先生说道 那就是说 我头顶上这紫气 会转化为我的功德 最终又以各种 非来横财的方式赠给我 那白起和小银蛋的事 算不算是老天的奖赏 祝明朗问道 肯定不算啊 他们是明偷来的 损你应得的 啊 但也没事 偷顶多损个一亿斤的应得 他们偷了将近十个亿价值的东西 你血赚 锦理先生说道 那就是说 除了这一笔 我还会有一大笔横财 祝明朗感觉到 幸福在向自己扑来 第0795章 小金龙 走在重信据成繁荣无比的大道上 望着那些为了生计 而四处奔波的俗人 祝明朗顶着一头 只有自己才可以看见的傲然子气 不由地卖卖起了六亲不认的步伐来 成神能不能令人高人意等 祝明朗不知道 但有钱是真的可以 把一个人的优越感 自信感 幸福感 给实实在在提升的 那些心高气傲的昂贵修炼奢侈品 当初你们爱理不理 现在我能把你们全买下来 像祝明朗这种命格高 又有内涵的人 说白了就是缺钱充实自己 又进行了一番大采购 祝明朗将龙粮的品质 又提升了一大截 买的全部都是灵气充盈的 每天吃饱饱 就可以让他们的修为上涨 随后 祝明朗又大逛了一遍长店 运气还算不错 竟然找到了一枚古龙魂珠 而且还是半神境界的 大黑牙都缠疯了 祝明朗走到了那古龙魂珠处 属性也与大黑牙很符合 看了一眼价格 哼 一口成交价才八千万 买了 又走到了一块出售零金的地方 对方卖的是紫灵金矿 这种东西 一般是那些比较有钱的宗门 经济一些表现出色的弟子 快速修炼 这位老弟 可是为宗门购灵金 我们这种紫灵金乃吸收日辉紫蕴 又在极寒环境下锁住了最优质的灵能 只需要九块灵金 就可以构建出一个大灵阵 一日修行相当于数年 那八字胡的倒是介绍道 你有多少 祝明朗询问道 莫非这位公子 是要购一个巨大阵 八字胡倒是更来了兴致 算是吧 就说有多少 祝明朗道 一共三十八块 每一块都是 行了 三十八块我全要了 七千八百万斤 我给你八千万斤 你把那些品质没这些好的灵金都给我 你这样一块一块卖 卖到何年马月 祝明朗说道 这位爷 这里请 这里请 八字胡倒是 欣喜无比 逛遍了重信城 比较符合自己需要的东西 就这些了 毕竟是神经的东西 整个重信城资源也有限 而且 长店这种地方 就属于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有好东西 但遇见买客也不容易 整个天书神江 卖过王级甸位的 也是有限的 唉 都已经很努力消费了 才花了不到两个一斤 还得去更繁荣的神城中看看去 祝明朗 轻轻叹了一口气 路途上 要遇到哪个风景秀丽的国家 也顺手买了 送给黎云子好了 昂首阔步地离开了重信巨城 祝明朗 继续朝着玄歌神国的方向走去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询问 关于龙尾山的事情 但哪怕是向重信城中的半神仙询问 他们也没有听闻过龙尾山 那里有自己的神功啊 到底在哪呢 阳光明媚 柔风和煦 祝明朗踏着飞剑 悠然自得地 在青草长坡中飞行 两旁的景色如书页篇章一般 快速地翻过 停在了一清河处歇息 祝明朗打了点水 洗了洗自己的脸颊 遇见飞行帅是帅 但低空飞行的话 很容易甩自己一脸花粉 灰尘 草屑 喝了一口清凉的河水 祝明朗突然感觉到什么 下意识地抬起头看了一眼 自己头顶上那一团奖赏紫气 突然 这紫气飘向了自己身体 霉入到了自己的淋浴中 祝明朗眼睛一亮 急急忙忙用神识跟随着这紫气所去 结果发现 紫气竟飞向了女蛙龙 而女蛙龙正以妖娆的身姿 舒展开自己长长的身躯 如一位侧躺在林间草地上的女仙 她的一只手 正轻轻地抚摸着一枚龙蛋 紫气飘向了女蛙龙所在 更飘向了这枚龙蛋 正是神明恩典之一 当时那个特殊的彩色深渊中 降下了两道恩典 一道让祝明朗成为了神血 另外一道 却是赐予了一枚龙蛋 给了南宇索 南宇索致养祖龙 不是祖龙血统的她 都没兴趣 所以这枚龙蛋给了祝明朗 过了这么长时间 这枚龙蛋终于有反应了 说实话 祝明朗自己都差点忘记了 这天赐的龙蛋 蛋壳开始裂开 祝明朗头顶上的那些紫气 便一下子全部涌入到了蛋壳中 紧接着 一头金灿灿的小龙 从里面钻了出来 金色的 居然是金色的 金龙 小金龙虽然是刚刚出生 但身体已经发育了不少 它的颈部有狮子一样的金色棕毛 身体却是如圣竹龙一样 居然是一只血统非常纯净的金苍龙 它拥有四个鹰爪 没有翅膀 仅有狮棕毛 头颅有鹿角 吻四狼 身四蛇 除雀龙金色的龙铃 还没有长出来 这只小金龙全身上下 没有一个地方 掺杂了巨龙与古龙的血统 更没有一个部位 偏离了苍龙的血脉 其实 在这个血脉混杂的世界 生灵也在不断地适应变化 它们在朝着龙进化 与传承的过程中 很容易产生各种变数 所以 纯血脉的龙肿 反而是比较稀少的 小金龙脑袋比较大 身子还没有发育开 它先是好奇地打量着女蛙龙 随后又扬起一个疑惑的大脑袋 看着俯视到灵狱中的柱明朗 说来也是奇怪 柱明朗都还没有和这小家伙签订契约 但它竟可以在灵狱中 大概是在孵化之前 它还不算是生命 被女蛙龙的法术 带到了灵狱里 果然 小金龙很快就感觉到了不适 它开始大口大口喘息 想要吸入周围的灵狱之气 来补充自己 但它无法获取那些灵气 柱明朗急忙打开了灵狱 让女蛙龙将这小家伙被抱出来 小金龙离开了灵狱 柱明朗也第一时间伸出了手掌 在这只纯血脉的苍龙龙鹅上 印上了一个契约 金灿灿的小家伙 自然不会有任何违抗的意愿 在它的第一任之中 柱明朗就是爹 女蛙龙就是娘 小金龙诞生得太过突然 柱明朗都没有来得及思考 柱明朗面前就是一条青河 小金龙自己直接就跳入到了清澈的河水中 然后灵活地在水里游着 追逐着河里的那些鱼儿 带到之后 就是一口吃到肚子里 小金龙速度特别快 柱明朗眨眼的功夫 他就将这面前的河道给游了个遍 而且吃掉了许多小鱼 妙啊 竟然是一头金龙 而且显然还是赋予了极高的命格 锦里先生从柱明朗的背后飘了出来 一副很喜悦的样子 还真是缺什么来什么 那金木水活土 我算是凑齐了 柱明朗问道 你自己试一试就知道 锦里先生说道 柱明朗闭上了眼睛 感受了一番自己五脏六腑 每一个部位都存在着一团属性能量 并牵连着一头龙 其中水与土都牵向了女蛙龙 柱明朗尝试着注入灵力 很快柱明朗面前的女蛙龙身上 竟出现了五形光珠 它们缭绕在了女蛙龙的周身 宛如五只特殊的守护光灵 与此同时 在清澈河流中 狩猎的小金龙身上 也出现了同样的五形光珠 小金龙沉迷在捕鱼中 完全不是很在意 这时 一头藏在水草中的草鱼精 结果五形光珠率先出动了 五形光珠变成了金 木 水 火 图五形灵盾 那草鱼精刚靠近小金龙 就被五形灵盾给 直接融化了 小金龙一脸的不开心 它不需要这个五形光珠 从河水里游了出来 小金龙可以游翼凌空 它甩了甩身上的湿漉漉 突然看到了一条色彩鲜艳 狭光溢彩的鱼在空中 毫无防备地 在那里喋喋不休 小金龙雀跃了起来 化作了一只小神鹰 发育的乳牙一口咬在了锦李先生的鱼臀上 哇呀呀呀 混账小东西 你鱼爷爷不是你的食物 锦李先生狂甩着尾巴 结果怎么都甩不掉小金龙的这追魂龙咬 小金龙也一脸的纳闷 这飞鱼和河流里的不太一样 怎么肯不太动 但吃下去的话 一定会再长高高 不能让它跑了 松口 快松口 锦李先生气急败坏 又骂又甩 喜欢吃鱼啊 这种口味的龙粮 还真没有提前准备 只能够打野了 祝明朗用神识往河流的下游探取 想看一看 哪里有更丰富的鱼群 先把这只小金龙给喂饱了再说 祝明朗 快让这小东西松口 锦李先生上蹿下跳 他饿了 你就给他先过过嘴瘾 反正他又咬不动你 祝明朗说道 神迹的能量波卷中 锦李先生都可以安然无恙 一只金龙宝宝 怎么可能真把锦李先生给吃了 但是 很快祝明朗就发现 聪明的小金龙已经不肯了 他开始生吞 说什么都要把这彩色的锦李 给吞到肚肚里 还好女蛙龙及时伸出手来 将小金龙从锦李先生的尾巴上抱了下来 然后慢条斯理地告诉小金龙 锦李先生不能吃哦 是长辈 小金龙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看着锦李先生的时候 嘴角流出了愧疚的泪水 第0796章 自由捕食 顺着水源一直往东 地势也随之往下 那里正好有一处还算凌运的水潭 祝明朗现在的神识 已经可以探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了 自然也可以感知到 什么地方的灵气比较充裕 他倒不是在意灵气 毕竟现在他的灵域所提炼的灵气 就已经非常醇厚了 外界一些小灵的 对他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 主要是有灵的地方 一般都有山精水怪 普普通通的小鱼 顶多就是解解馋 根本填不饱小金龙的肚子 小金龙毕竟是真龙 对食物的需求 不是一些鱼虾可以满足的 一路顺着东 找到了那灵潭 说来也是有趣 这灵潭附近居然还有一个寨子 寨子大概有那么一两百号人 总之扛着一车一车的货资 其中有一个体格标状的 甚至扛着一个穿着绸缎的女人 那女人不停地踢着腿 用手拍着壮汉 那壮汉反而在那里狂笑 助明朗踏着飞奸落到此处时 这群山寨山贼们 一个个面面相去 尤其是那个扛着刚抢来的 女人的壮汉山贼 这位先尊 您听我们解释 先尊救命啊 先尊 他们杀了我的夫君 他们丧心病狂 他们 助明朗也是没有想到如此蹊跷 正巧就看见这群山贼们 满载而归 一群很普通的山贼 甚至连修炼者都没有一个 这让助明朗 着实有些小头疼 太弱了 这些人 但他们的弱小 不影响他们的罪行 要不 让小金龙对付他们 有五行光珠在保护着他 即便有什么闪失 也不用担心他的安危 小金龙宝宝刚出生归刚出生 野性十足 一感应到助明朗的意图 他就张牙舞爪 乃凶乃凶地 朝着那些山贼扑了上去 小金龙速度极快 不管是那些持着刀棍的 瘦弱山贼 还是那状汉山贼 都被小金龙给打得鼻青脸肿 百来号山贼 很快就被小金龙给全部打倒了 随后闲不下来的小金龙 又朝着山寨外飞去 扑入到了那个有灵气的潭中 开始找寻那些 成了金的水怪 女娃龙果然是一位贴心的龙妈妈 她担心小金龙 会被那些狡猾奸诈的金怪给算计 赶忙跟上了小金龙 怕小金龙受伤 山贼都没有死 就是都残了 柱明朗看了一眼 那被抢掠回来的女人 开口询问道 家住何处 先尊 小女子住在清河竞长流口的镇子 多谢先尊出手相救 否则小女子不知该如何是好 女子感激涕零 青桌 你送她到镇上 姑娘你回到镇上后 顺便报个官 让他们来料理下此处 柱明朗说道 以青桌的飞行速度 一炷香的功夫 就能够飞五个来回 好人做到底 攒功德的 先尊 我们这百里十三镇 根本就没有关 三年前 一头黑山雄精 霸占了清河水流 当时的官兵本想驱逐 结果都被这黑山雄精给杀了 所以这些山贼 才如此猖獗 女子抽气地说道 黑牙 去找到那头黑山雄精 把她咬死带回来 好久没有吃烤山雄肉了 柱明朗对炼金黑龙说道 炼金黑龙口水都流出来了 立刻顺着女子说的方向 迈开了大步子奔去 多谢先尊 多谢先尊 凡女无以回报 这辈子就服侍在您身边 女子激动万分 对柱明朗的仰恶 已经超越了她所认知的一切 柱明朗看了眼女子 镇定自若地道 清卓 愣着干什么 送姑娘回家去啊 清卓拍了拍翅膀 一下子跃到了空中 飞向了那水流尽头的小镇上 我柱明朗做好事 从不求回报的 柱明朗也没有打算在此处久留 小金龙吃饱了后 清卓与黑牙也都回来了 烤了一顿美美的熊肉 结果有一些体质比较好的山贼醒了 当他们看到柱明朗 正在烧烤一只比房子 还要大一点的巨熊后 一个个又昏了过去 柱明朗也懒得杀他们 他赤宝了之后 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看见了从重性巨城出来之后 就一直跟着自己的雷发灵史 那条翅膀透明薄如蝉翼的雷蛇 给他们打些印记 要再为非作歹 降一道 雷把他们给劈死 柱明朗对雷发灵史说道 雷发灵史立刻照办 迅速地从每一个山贼的身上 蜻蜓点水一般踩过 在他们身上 留下了引雷诅咒 这诅咒只要生效 躲在屋子里 他们也会在雷雨天被劈死 继续上路 柱明朗途径了一片小桃灵 偶然间遇到了一头桃花幼兽 他像是一个提着花篮子的小姑娘 但脑袋上却开满了桃花 然后还长了一条尾巴 是只幼灵 而且从他的龙尾巴上来看 是一只快要化龙了的小幼灵 寻常情况 小幼灵都会躲着人远远的 根本不可能直直地走过来 柱明朗尝试着靠近他 他也不跑 一副等你去捉他的样子 柱明朗很是无奈 看在这桃花幼灵 还挺有灵智的份上 就顺手把他给捉了过来 这天夜里 柱明朗正要入睡 天空中飞落下来一只夜鹰龙 他站在树叉上望着柱明朗 柱明朗走过去的时候 他也不害怕 查看了一番 柱明朗发现 这夜鹰龙 还是一只成长期的少年龙 实力也达到了龙主级别 而且完全一副柱明朗不捉他 别想要离开的样子 柱明朗很无奈地赶走了他 这夜鹰龙 和自己不算很有缘 夜鹰龙虽然没有如愿以偿地 成为柱明朗的龙宠 但夜鹰龙一整夜 盘旋在柱明朗上空 像是在为柱明朗寻夜一样 一直到天亮才离开 柱明朗也是纳闷 自从离开了重性城 总会有一些特殊的小生灵 往自己身上凑 好像非常想要成为 自己的龙宠一般 难道是当初那个神池 神染清禾 与这世间有灵的生命 产生特殊的清禾力 然后 他们就会主动想要为自己打工 这种现象持续了很久 不过除却可可爱爱的桃花幼兽 柱明朗都没有带上 桃花幼灵确实很有意思 正好柱明朗 最近也在养小金龙 就让这只桃花幼灵 给小金龙当陪伴了 烙印上了灵魂羁绊 也不知是巧合 还是受到自己神灵气息的影响 桃花幼兽直接化了龙 变成了一只桃妖鹿龙 它有着女花幼的上半身 脑袋上顶着可爱的花脚 而下半身是鹿兽 有不长不短的龙尾 身上的龙鳞 如一片一片桃花一样 非常美丽 一化龙 桃妖鹿龙就是龙主级别 而且 它还有四个成长阶段可以提升 显然桃花鹿龙的潜力非常强 当然 桃妖鹿龙相比于小金龙 还是差了许多 小金龙刚诞生 其实力就非常恐怖 估计一头军级的大鱼圣灵 小金龙这夸张至极的起步 迈入到龙神级别 实在太容易了 不愧是神之恩典 外加紫器注入 相信将来也是不逊色于 凤月白龙与阎王龙的存在 阎王龙 小金龙 桃妖鹿龙 著名朗掰开手指算了算 这才过多久 自己一下子多了三条龙 总算明白 锦里先生 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将灵池 都用来增加灵约了 自己之前积攒的三个灵约 直接就用完了 著名朗有四个灵池 一个用来增强采魂酿珠 两个用来增加灵约 另外一个暂且留着 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一个连灵池 可以增加两个灵约 现在他还有四个灵约空缺 只是 以这些日子各式各样的神奇幼灵 野生小龙 往自己身上撞的状况 四个灵约 还真不太够用的 还是得做一些筛选 不能什么龙都要 虽然说 现在资金很富裕 可以多养一些 为将来做铺垫 可一下子多了三条龙 还是得多花不好心思 毕竟其他原来的龙修为 也不能落下 离玄阁神国 还有十万八千里 著名朗 也终于抵达了一个 耳熟能详的地方 明神族之江 按照明记说的 明神族一共有七大一族 以明信为主星谷 其他六一族 分别统治着一个大疆国 只可惜明神族的神明 明梦属于一介五夫神 及其不擅长管理 他的疆国 甚至还处在一种战族状态 不注重农业 不注重商业 更不懂得提高子民的生活水平 处处透着战国纷争 不足杀伐的味道 他们的疆域 其实非常富饶 灵气远生自己之前 走过的那片疆地 而且据说明神族之江散仙特别多 明神族的人忙着国战 族战 那些散仙 则疯狂地享受着该疆域的灵脉 设立各种洞府 当然 妖魔圣神在这里 也是相当茂盛 因为根本没有人去修剪他们 一个个异常的肥瘦 好地方啊 如此野蛮生长之地 最适合放养了 大家都出来 自由狩猎去吧 著名朗踏入了明神族之江 便将大部分龙都放了出来 让他们自由补食 天煞龙要喝神险 炼金黑龙要吃肉 精灵银龙喜欢灵脉 桃腰露龙采叶花 他们也需要历练 慕龙师 慕龙师 本质上就是放牧 第0797章 新身份 助宗主 完全气得龙 散养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会自己识别危害 遇到每位就直接下手 若撞见了比较强悍 自己不好应对的 就可以跑回来 叫上其他兄弟姐妹们 但凤月映尘白龙 天煞龙 阎望龙 苍蓝青黄龙 炼金黑龙 应该都不太可能遇到麻烦 他们的实力 在天书来说 已经是最顶层了 小金龙和桃腰露龙 是比较需要助名朗盯着的 所以 其他龙都办事自由活动 助名朗便慢悠悠地 跟在小金龙和桃腰露龙的旁边 养小羊羔 小牛仔 还是要防狼的 小金龙属于精力 极其旺盛的类型 过了有一些天了 他现在的体型 展开了一些 像一条小金胶 只是这家伙 见到什么都赶上去咬一口 甭管是修炼了几千年的魔灵 还是身上 已经褪去了野性气息的圣灵兽 桃腰露龙就比较胆小 手中提着一个 采集零花灵叶的小篮子 跌跌撞撞地 跟在小金龙哥哥的后面 时不时施加一两个桃腰法术 为小金龙增加一些保护 小金龙闯入到了一个 兽妖巢穴 如狼入鸡窝 很快就将这兽妖巢穴 搅得不得安宁 没多久 小金龙又发现了一个龙骨 兴高采烈地 将人家的小幼母龙给叼了出来 然后一副讨好的模样 献给祝明朗 祝明朗见那龙骨 是一群比较善良的石草龙 最后还是给人家还了回去 这种事情 还是会损一些应得的 没有必要 放养了个十天左右 小金龙和桃腰露龙都进阶了 他们进入到了成长期 现在与祝明朗有契约的龙 即便不需要窝在灵狱中 也会享受到灵狱气韵的滋养了 那些饱满 特殊 充英的灵气能量 会通过灵魂纽带 输送给每条龙 当然 距离过远的话 也无法产生效果 明神族之江 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放牧的地方 祝明朗也不是非常着急 就这样慢悠悠地 往玄歌神国的方向走 明神族之江非常广阔 明梦神好战 也喜好与其他神明宣战 那些神明不想要做 无意义的争斗 就只能够将自己的一些疆域 割给了明梦神 而明梦神又极其不擅长治理 所以他的疆域广阔无垠 却凌乱不堪 根本没有几个像样的神城 巨城 奴隶 部族 战争 四分五裂的神异 走过明梦神的疆域 祝明朗看到的最多的 就是一望无际野蛮生长的土地 充裕的灵气无人采摘 满地走的妖魔圣灵 无人猎杀 另外一幕就是 穿着统一浩浩荡荡的大军 部族大军 江城大军 神异大军 叛逆大军 奴隶大军 在某个血迹斑斑的战场上 疯狂地厮杀着 仿佛只有战斗 才是他们一生的浪漫 也正因为这样的民风 使得这明梦神江域中的寡妇城 孤女阵 母士部落 随处可见 别问 问就是丈夫死在了战场上 祝明朗原本 也想要削弱一下这名神族的势力 可在他们的江域中逛了逛之后 祝明朗觉得 完全没有那个必要了 他们就是好战 侵略性极强 并不是针对急停大陆 这样的神下组织 即便将他们狠狠地踩上了一脚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借着明神族之将的富饶 祝明朗可谓是 收获了大量的修为 凤月应沉白龙与阎望龙 在那一次长达一个月的艰苦之战后 本就有修为晋升的趋势 果然在明神族的地盘上逛了一阵子 他们的修为都提升了 进入到了颠位神龙子级别 离神降级 很近很近了 天煞龙的状态 显然也即将迈入神龙子级别 他本就拥有神之心 随后又通过了虚无天魔精的强化 锦里先生也说过 要成为神子级 至少得有三项龙之特征 达到神级 才算是真正的神龙子 天煞龙就差最后一项了 只可惜 一直都没有找到相应的神物 苍蓝青黄龙 顺利进入到半神修为 三十万年银山圣路 确实是强大的神物 而且与苍蓝青黄龙的属性非常契合 苍蓝青黄龙 只是自己在明神族之江中 历练了一番 便进入到了半神极境了 而且应该 还在往准神级别提升 精灵银龙四处吸食灵脉 明神族的灵脉实在太多了 小银龙恨不得可以分身术 在这片辽阔富饶的大地上 疯狂地瞬息 祝明朗之前 从那位道士手中 购买了大量的灵精 其实就是给精灵银龙的 精灵银龙 也已经在朝着半神境界靠拢 但小家伙天生友善 而且喜欢馈赠 要提升 大家一起提升 所以精灵银龙将灵精的大量灵能 馈赠给了炼镜黑龙 小金龙和陶妖鹿龙 反倒是炼镜黑龙 在获得了半神古龙魂珠 以及精灵银龙的大四灵气馈赠后 在一个半月后达到了半神修为 长达了两个月 接近三个月的这种放牧散养 祝明朗感觉明神族的灵地 都要被自己拔突了 而且修为都比较高的缘故 这两三个月的放牧散养 都没有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本应该是逆着急流而上的 艰难困苦的修炼 祝明朗过得跟牧童逍遥自在的生活 没有什么区别 太惬意了 要是往后的修行都是这么简单 下辈子还做木龙师 当然 悠闲的很大原因在于 命格都比较高 要命格低的话 祝明朗就需要找寻那些 极其稀有的天意神根 那些地方多半都是凶险万分之地 而且还伴随着各大组织 各大势力 各大将国的抢夺 厮杀 其中还混杂着正神 伟神 散仙们的勾心斗角 而与我诈 事实上 天书神江中的很多地方 也在上演着这一幕又一幕 修罗场一般 只是某个人 依旧在青青草原上惬意漫步 听着悠扬的目的声 世间的纷纷扰扰 都与他无关 好地方啊 名神族之江 太适合放牧了 他们打他们的 自己席卷灵脉 很多时候 两边部族杀了的昏天暗地 其实就是为了争夺一座灵山神田 结果打完之后 一丝丝灵气都不剩下 咽过拔毛 助明朗也批评过精灵银龙了 看人家打得那么辛苦 好歹留一点点 但每每看到自己的龙宠们 修为一大劫一大劫的提升 助明朗又不忍心责惯 终于是穿过了名神族的疆域 假如名神族有土地宫的话 看到助明朗离去的背影 怕是已经掩面而泣 这好好的疆域都被薅秃了 过了名神族疆域 助明朗到了一块神器之地 这里白天一切安好 和吉亭倒也没有什么分别 但是一到夜里 什么妖魔鬼怪都会出现 最可怕的是 那些妖魔鬼怪 还融入到了活人的世界中 一些王姓的老汉 喜欢翻人家院子 正打算与白天 同自己眉来眼去的小娘子 一番人生伦理的探讨 结果小娘子露出了獠牙 老王瞪开了额头上一排的眼睛 有颜望龙和夜娘娘 这样夜黄级别的当下属 助明朗在这种神器之地 也是横着走的 哪怕是午夜最阴暗的时分 助明朗也完全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还顺便抢夺了一朵明花 终于为天煞龙圆上了 那最后一道神龙之像 明花作用于天煞龙的尾巴 使得他的明灯之尾变成了神级 如此 天煞龙顺利晋升为了神龙子 走了有一个月时间 穿过了神器之地 事实上 这神器之地 寻常人都是绕道走的 主要是不想被盯上 然后夜间成为了人家的鱼肉 助明朗从这里穿过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不然抵达玄阁神国的地界 总体用时得接近个小半年 终于抵达了玄阁神国国界 助明朗能够感受到 一进入到这土地之后 所带来的那份祥和与安宁 无论是山林鸟兽 还是炊烟鸟鸟的村庄 亦或者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古城 都给人一种温和的感觉 走过名神族疆域 又走过神器之地 这两者都像是波涛汹涌的河谷 玄阁神国便如同 是一面平静的湖泊 心旷神医的宁静 至于湖深处 是否同样存在着 不为人知的凶险 就不得而知了 玄阁神国与华仇神国 是临近的 这两大神国代表的是 天书的最昌盛之地 他们所占据的土地 还有林脉的富饶程度 都远胜其他将界 所以要让凤月白龙和阎望龙 迈入到神龙降级 怕是也只有这两个地方 可以找到这等海事之物了 而且恐怕还控制在 这两大神明所管辖的神器中 玄阁神国很广阔 至少相当于十个集庭 助明朗现在只是在 玄阁神国的西南边疆 而且越往神都走 越是繁荣昌盛 身份 我们需要你 出示你的身份文书 一座巨城下 守备森严的城门处 助明朗被拦了下来 这在之前的一些城中 都没有出现过身份盘问 玄阁神国 看来是不那么欢迎流动民群的 总不好直接杀进去 虽然助明朗有这个能力 你看这个可以吗 助明朗随手找出了一枚宗门印 递给了那神器无比的守卫 楼龙宗宗主 助清卓 那名守卫 立刻放下了傲慢的态度 是的 失礼了 请入城 助明朗收回了宗门印 在周围一群人羡慕崇拜的目光中 踏入了这玄阁最大编程 第0798章 老天爷的安排 这宗门印来得比较蹊跷 放幕的时候 助明朗看到了一个 称之为楼龙宗的宗门 这宗门也是奇葩 明明整个宗只剩下了一个糟老头子 居然还享受着千尘供奉 名声在整个天书神江 竟然不算弱的 遭老头子修为倒不低 是一名准神 奈何人丁凋零 宗门在一场又一场斗争中失败 短短数年时间彻底没落了 遭老头子已经做好了 关宗大吉的准备了 不巧遇到了助明朗这个慕容师 上山学艺 说是学艺 其实就是想看一看这个楼龙宗 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己龙宠的天才地宝 结果遭老头子眼力非常好 看出了助明朗是一位神中龙凤 于是留下了宗门大量遗产 和一枚宗主应后 嫁和西去 所以 助明朗登山第一天 也是这个宗门的最后一天 按照景理先生的解释是 这应该也是天赐服务员 与助明朗在名神族之江 做的那些善举功德有关 于是 助明朗多了一个身份 楼龙宗宗主 该名声在外的宗门 仅有助明朗一人 宗主应是稀有物 一经难求 也是在天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身份象征 享有许多寻常修炼者 不可能拥有的特权 具体是什么 助明朗也还没有体验过 宗主 宗主 楼龙宗宗主 这边请 这边请 刚入城 一名手举着大大木牌子的一位女子 高声喊道 并且朝着助明朗一指挥手 助明朗有些疑惑地看了一眼女子 又看了一眼城门守卫 那守卫笑了笑道 圣尊好客 并且要求我们每座城都设立迎兵弟子 不久之后 天书领袖盛会在神兜举行 您既是楼龙宗宗主 自然可以享受这份特殊接待待遇 助明朗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就是宗主的特权吗 随便进个城 都有眉清目秀的女弟子守候接待 领袖盛会 路途上助明朗倒有听说过 以往这种盛会都是在华愁的神兜中举行 这一次却放在了玄阁神都 难不成华愁被我砍了 暂时不敢露面 这一次领袖盛会就由玄阁代劳 助明朗是这么认为的 华愁肯定没有被贬为凡人 但他状况也不是特别乐观 篇书中已经有传闻说 华愁在龙门中受了伤 进入到了闭关养伤中 这一次重要至极的领袖盛会 在玄阁举行 自然也表明了人们的猜测 助明朗是当事人 他砍的 事实上 他也很想知道 华愁究竟是处在什么状态 要被贬为神子 神将 那助明朗就得好好谋划 怎么是七星神了 斩了七星神 自己的神明功绩 应该能够暴涨吧 是不是老天爷会送天仙神女之类的给自己 已经送了 那没事了 竟有如此年轻的宗主啊 助宗主可是第一次来我玄阁神国 玄阁神庙女弟子 显得很活泼 我也是不久前接任宗主之位 并且初次到访你们神国 助明朗回答道 在神侯府 宋神侯那里 已经有另外几名宗主在对应了 您来的正是时候 美酒佳肴 还有五姬助姓女弟子说道 原来不是专属接待啊 只是将人引到一个地方 这样也好 这样也好 差点以为这里面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规则呢 比如说一路上贴身相陪什么的 不好拒绝 到了神侯府 在玄阁神国的神艺 有比较森严的等级 类似于贵族阶级 神功 神侯 神伯 都属于比较高地位的神艺 到了神侯府底 该府底基本上 是用最奢华的岩岗荧幕打造 注意远胜于吉亭 堪称圣殿吉 穿过了银色的长廊 到了一处百花园 园中 有一百玉扇亭 周围铺满了鲜花花瓣 如手工编织在一起的地毯 无数身穿薄纱的武姬 在摇曳着动人心魄的身姿 含着花 踩着瓣 香气扑鼻 有五六人 身穿桂袍 端坐在了白玉亭中 美酒佳肴铺满 而且 都是非常稀有罕见的 非情走兽之肉 烹饪更是堪称完美 这位是楼龙宗的宗主 刚刚抵达我们城中 女弟子行了一个礼 将助明朗 引到了那几位身份不俗的人身边 代官的男子起了身 年纪也不大 他笑了笑 朝助明朗作医 然后亲自迎了上来 请助明朗入座 楼龙宗 记得十多年前 楼龙宗可是在盛会上大出风头 你们宗主连神明都敢通知 胡须修理得非常整洁的男子说道 都十几年了呀 青出于蓝更胜于蓝 没有想到楼龙宗 如今是这般仪表堂堂 年纪轻轻的人接任 这位小宗主 你们老宗主可安好啊 黑白发丝相见的 男宗主笑着问道 原来楼龙宗确实很有名气啊 这些宗门的领袖竟都知道 那糟老头子也没欺骗自己 助明朗微笑 正好也饿了 加了几口菜吃 也没有必要做过多回应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老宗主驾河西去了 那几位宗主虚伪地哀叹了几声 又说起了楼龙宗老宗主当年如何如何 天书更是不知多少年轻俊杰 挤破头 想入楼龙宗 偏偏老宗主选人极其严格 十几年来也就那么几十个 几十个 现在就圣主明朗一个 还是刚入他们宗门第一天的人 从这些其他宗门的宗主口中 助明朗也算大致了解了一番楼龙宗的情况 楼龙宗宗主范广仲 确实是一个人才 十几年前就到达了神子寂静 而且在那场盛会中 与当年的一名正神交过手 击败了那名正神 并打响了楼龙宗的名号 可惜范广仲眼神不太好 他筛选弟子相当严格 整个宗门不到百人 清传更是只有一位 而这位清传弟子表面功夫做得非常好 从范广仲这里学走了所有的能力后 离经叛道 被范广仲怒逐出去 结果这位清传弟子非常懂得人心 他的出走 带走了绝大多数楼龙宗的人才 投入到了华仇神国的藩龙宫 并在短短几年时间 成为了藩龙宫的公主 藩龙宫是天书数一数二的慕容师势力了 背靠着华仇神语 得到华仇赏识后 这些年来更是如鱼得水 稳坐华仇坐下第一慕龙宫之位 公主以前叫范冬明 如今更改为了华冬明 他以前叫号冬明 就冲着他这根谁姓氏 就改谁的胆破 确实过得不会太差的 原来那糟老头子 还有这么一段光辉岁月和苦痛往事啊 想想也是 都到了静棺材的那天 修为还有准神级别 过去应当也是一个传奇 可传奇就传奇 这蛋子怎么就落到自己身上来了 而且最终还牵扯到了华仇 楼龙宫的叛徒 成了华仇神语中的第一龙宫公主 这边是楼龙宫宗门落魄道 只剩下一人 需要随便找一个上山的人来传承 另一边翻龙宫 却是天书最强神明的重要公布 受亿万修行者敬仰与崇拜 地位超然 往后更是前途不可限量 敬你一杯 就冲着你敢参加这一届领袖圣会的气魄 我们所有人都该敬你一杯 宋神侯笑着 带着几分调侃的味道说道 祝明朗哭笑不得 看来那帆龙宫 肯定也会参加这一次领袖圣会 如果天书这些地位比较高的人都知道 楼龙宫与帆龙宫的恩怨 那自己这位光甘宗主 此次踏入玄歌神国 还真有无畏之勇 强行去自取其辱的味道 自己的功德 不是应该转化为天赐福元吗 祝明朗怎么感觉 老天爷是看自己这几个月太过咸鱼了 故意给自己找了一份难度比较高的差事来做 也怪自己 贪图遭老头子的遗产 明明是正神 兼职一个宗门宗主干什么 不过仔细想想 这事也不算累赘麻烦 自己和华仇 势不两立 主要是他不愿意放下 当初在天天将他砍了的恩怨 祝明朗没有办法 为了自己正神的功绩 也为了自己美好安宁的生活 只好想尽一切办法 将华仇给做掉 这场宗门的恩怨还算有意思 既然翻龙宗是华仇神语的第一龙宫 而且 拉华东明如今还是华仇身边的红人 将他给干掉 也等于是削弱华仇的裙带势力 最重要的是 祝明朗有了这个宗主身份 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干掉华东明 世人都知道他们两宗门的恩怨 出现死伤也属于正常 祝明朗不至于过早暴露正神的身份 难道老天爷也是有意除掉华仇 所以冥冥之中 安排了这样一个福元给我 祝明朗仔细思索了起来 再见识到了离心化预言师能力 尤其是成神之后 看到整个世界的角度都不一样了 祝明朗觉得 这种可能性很大 不知道为什么 祝明朗在往这方面思考的时候 脑子里突然有一道灵光闪过 差一点点就被他给抓住了 似乎只要自己精神再集中一些 思考得再深一些 这件事的头绪 就会完全呈现在自己的脑海里 一览无疑 正神直觉 自己猜对了 或者自己猜对了一部分 第0799章 女神八卦 喝了个微醺半醉 祝明朗倒在了柔软的大床上 用善良的语气 劝走了要服侍自己的那几名武姬 祝明朗找出了范广仲 遭老头子留下的那些东西 既然这件事 还有这么长的线 那么范广仲给自己的东西 应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祝明朗找出了一封笔书 上面用潦草的字迹 描述了范广仲自己的一生 没有想到 这个遭老头子 还有如此细腻的一颗心 喜欢写日记 里面的描述也不算复杂 大致上与酒桌上那几位宗主们 说得差不多 但有一件事 却让祝明朗 眼睛一下子大亮了起来 原来 这范广仲 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 还是那种老来醒悟的那种 他参悟出了一种生魂之法 就是收罗天地间各种属性的魂珠 将所有的魂珠都倾倒在一起 宛如如炉顶炼丹一样 对龙进行升华净炼 按照他的这种炉顶式生魂法 是可以让神龙子 化身为神龙江级别 看上去特别厉害的样子 老头子大概正打算晋升到神将级别 结果被自己的清传徒儿给阴了一手 修为大俭 整个人也处在一种病样样的状态 究竟需要什么属性魂珠 是五行还是元素 哦 老头子 这里有配方 但是炉顶好像被他的叛逆弟子华东明给夺走了 华东明好像也正是借助那个魂珠炉顶 成为了翻龙宫的公主 不仅仅自身实力提升 手底下的人也跟着变强 祝明朗仔仔细细地琢磨着老头子留下的记事 让祝明朗相当意外的是 他居然还懂得晋升神将级的法子 到了神级 每提升一个级别都难如登天 祝明朗是属于命格比较高的 同样也需要找寻世间的那些罕世之物 才有望让白旗与炎望龙晋升到神龙江 遭老头子的这个生魂之法 应该是可行的 否则那叛徒华东明也不可能一下子跃上了神门 成为了华仇都比较重视的部下 这么说 如果从华东明那边夺回那生魂珠顶 我只要找其所有的极致品质魂珠 龙珠 就可以让白旗和炎望龙晋升神龙降级 老天爷安排的这差事 不赖啊 可以大大节省我的时间 虽说祝明朗晋升神降级是迟早的事情 但神明的修炼岁月 估计得用几十年 上百年 乃至上千年计算 祝明朗可不想躲在华仇的阴影下 大半辈子 公子 时候不早了 该解一些些了呢 奴婢来服侍您 一个妩媚至极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哈呼哈呼 祝明朗等着一个大眼睛打起了呼噜 什么吗 人家不够好看吗 武吉知道 祝明朗在假装 一副撒娇的样子 抱歉 女人只会影响我修炼的速度 我需要彻夜研究这生仙法门 姑娘还请回自己屋子里歇息吧 修仙呆子 既然都是要前往神兜的 祝明朗便与那几位宗主一同上路了 说来有些寒称 人家宗主身边都是跟着一大票人 连喝水都有专门的女弟子 分好清泉水 糖水 热茶水 光感宗主 确实有一点尴尬 好在祝明朗是一个并不太在意世俗目光的人 有实力的人 无论身处在一个多么格格不入的环境中 都能够坦坦荡荡 陪同前行的还有那位宋神侯 这位年轻的贵族神异道比较懂礼术 为了防止祝明朗尴尬 特意让之前那个接待祝明朗的眉清目秀女弟子 陪同祝明朗 偶尔也会过来喝酒聊天 宋神侯也是一名木龙师 他拥有一头半山玄归龙 此龙即便是在翻过一座险峻大山的时候 都不会有半点的颠簸 在玄归龙的背上还架上了一个木亭子 他们这些个宗主一路上又是饮酒闲谈 两侧青山排排而过 路途倒是格外惬意 半山玄归龙非常不错 祝明朗还挺看好的 像自己这样经常要寻天的神明 总是要经常游历各疆各界的 要有一个类似这样的龙 背上驮着那么一个庭院小楼 倒确实有那么几分云游之鲜的味道 宋神侯 你这玄归龙不常见吧 是在什么地方捕获的 祝明朗开口询问道 仙慕白玉 祝宗主可有听闻过 当年来我们玄歌神亲自带队 到仙慕白玉中求一样古老之物 我年轻气盛 不知天高地后 竟也跟了去 收获了这半山玄归龙 但却险些被一头羽妖半仙 给打得魂飞魄散 从那之后 我就不太刻意地去追求成神之道了 在这人间做个逍遥小神侯 品尝美酒家人 也是极其欢快的 宋神侯笑着说道 宋神侯无时无刻不再饮酒 身边更有几个漂亮的女婢在伺候着 看她年纪轻轻 脸色苍白 便大致可以知道 她平日里就这么放纵习惯了 仙慕白玉 听上去就有几分凶险 祝明朗说道 正神踏入那里 都无法安然无恙地走出来 那整齐胡须的宗主说道 等有那么一天 我卸下这宗主的繁重担子 便一定是要走一趟这仙慕白玉的 几个宗主显然都知道那仙慕白玉 而且 她所处的位置 正好是在华仇神国与玄歌神国之间 祝明朗记下了这个特殊的地方 也做好了前去探一探凶险的打算 当然最好还是等至少有一条龙实力 达到了神龙降级 玄歌神国的国土确实辽阔 半山玄归龙已经属于半神的角力了 竟然也硬生生地走了有接近一个月 这一个月 祝明朗与那几位成天一起喝酒的宗主 也都熟络了 大概有心性比较随和的宋神侯在 大家都开始称兄道弟 也没有太多的宗门强弱的偏见 虽然没有那些初出茅庐的少年 意气风发 但皆是心怀天下 志在神庭的出臣之人 能当的上宗主的 都已经跨过了王级这个凡人与神明的巨大鸿沟 要么在成神的路上 要么已经触摸到了神剑 谈论考虑的事情 也多半都是一些神境之事 当然 比较俗气的共同点 就是都喜欢酒和女人 宋神侯 我可否谈几句有些冒犯的话 胡须成熟气质的李旺山宗主笑了笑 开口询问道 请讲 我这人百无禁忌 宋神侯说道 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美人 你们玄歌神国第一大美人 怕是非那位莫属吧 嗨嗨 某个盛典 李某匆匆一瞥 便三天三夜无法入眠 李旺山说话声音很低 像是怕被什么听见 哈哈哈哈 李宗主 没有必要这么谨慎 我们玄歌一直都比较开明 不在意那些毫无意义的虚伪尊敬 你是想说我们玄歌神乃当是第一美人吧 虽然我不这么认为 但确实有不少人与我这般说起 宋神侯大笑了起来 丝毫不在意 把玄歌神国供奉与敬仰的那位放在心上 助明朗原本还在研究范广众遭老头子 留下的那魂珠配方 见他们几个宗主 聊起了玄歌神 助明朗耳朵就不由自主地竖了起来 玄歌神 嗯 女神名 天书神将绝大多数人都对他尊敬有加 而且 秘容也不止一次说过 玄歌神是一位全知之神 他掌握的能力 类似于预言诗 观星诗 通晓古今 渴望见天机 至于容貌上 助明朗也看到了一些玄歌女神的画册 确实非常好看 助明朗看到的是 正经画册 就是那种民间用来驱逐黑暗 寻求庇佑的那种 大概是宋神侯戏为常啊 我记得 每年各地还有什么诗会 就是赞美玄歌女神的 那些流传在民间的诗词歌谣 也有接近一半是关于玄歌神的 我有些好奇 就纯粹是好奇 无其他意思 宋神侯 你们玄歌神 可否寻觅神旅 李旺山宗主说道 单身 有洁癖 对女子热情一些 对男子冷淡无比 宋神侯也不知道是不是喝醉了 很直白地说了许多 关于玄歌神的小事情 几位宗主眼睛立刻大亮了起来 什么风花雪月的话题 都不如聊女神的私事来的刺激 助明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正经微坐在席上 听八卦是其次 主要是想从这些细节的事情上 了解到 这位玄歌神明的真实品质 寻天审神嘛 神女神也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那玄歌女神 属于外柔内冷的类型吗 秦左宗主说道 柔 她掌控欲极强 比如说 她算的是 傍晚十分会下雨 雨在入夜十分才来 她就会找到那羽龙王 质问她偏差的缘由 大概我们一些神异朝见时 左脚先迈入神庙 她也要皱起个眉头来 宋神侯已经醉得很厉害了 也确实什么话都敢说 包括这带着一些讽刺味道的话 宋神侯 真汉子啊 著名朗开始佩服这位神侯了 绝大多数神异 都是对自己神明避而不谈 哪怕说起 都是一些无脑的恭维话语 宋神侯还真什么都敢说 这摆明了 就是说 玄歌女神有点神精致 什么鸡毛蒜皮事情 都看不过眼 毕竟是全知女神 有把空欲很正常 李旺山说道 第零八零零章 龙门老相识 玄歌神不算美 要我说 兴风的那位五圣尊才美 那宁静于冷傲并存的气质 不对这世间任何一人一物 有着偏爱的清冷眼神 却又让人忍不住败倒在他轻视之之下 纵然身披无假 不减他半点柔玩妩媚 无需任何身份与神灰的修饰 在云云众生中 仍超然脱俗 不敢亵渎 宋神侯饮了一口酒 像是在回忆着某个人的身影 你说的可是那位离姓女圣尊 玄歌与之姐妹相衬 秦左仿佛也知道 性质大增 是啊 玄歌很敬重他 封了神国最高称位 虽然无实权 但职位与掌国圣尊平等 宋神侯说着这些话 仿佛很惋惜的样子 不断地摇着头道 可惜 可惜啊 可惜什么 众人都疑惑不解 我问过 有眷侣了 宋神侯说道 啊 那确实可惜了 几位宗主都哀声叹气了起来 著名郎也跟着哀声叹气 应了应景 他们说的人 应该是娘子吧 黎云姿仍旧发挥他武神天赋 大概是前年 黎云姿替玄歌击垮了名神族的大军 将粗鲁野蛮的名神族 彻底踩回了他们自己的疆域 著名郎起初也奇怪 名神族派遣到集庭的神军 质量不是很高 还不如招摇神风 现在看来 黎云姿已经借玄歌的力量 将他们打压过一遍了 那一战 玄歌力量淡薄 黎云姿也因此名声大噪 成为了玄歌神国的新尊 这些事情 著名郎都有听说过不少 自己入龙门进修的这三年时间 娘子也没有闲着呀 倒是有一件事 著名郎不怎么想得明白 黎云姿 蓝灵莎为什么没有进入到龙门中 按理说 他们的位格更高 自己这个神选 都被强行扔到龙门中进修了 他们反而没有进入 是他们之前进入过了龙门 还是他们命格已经足够高了 不需要再进修 他们修为提升的速度非常快 著名郎进入龙门了三年 回来之后 其实修为是没有变化的 他们等于 比自己多修行了三年 现在所处的境界肯定相当高 不然也不至于在玄歌神国 拥有这般地位 戒龙门出现在黎川 是因为他们吗 著名郎摸了摸脑袋 这件事大概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他们似乎也在不断地摸索 寻觅着自己的身世 轰隆隆 刚才还是晴空 闷雷就在天空中响起 没多久大雨浇注了下来 将周围的青山洗得朦胧无比 接下去的几天 全部都是雨天 有趣的是 雨像是跟随着他们的步伐一般 他们到了哪里 哪里就正好下雨 他们一走 后头的长空就成了大晴天 几位宗主和宋神侯 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点 但著名郎从雷伐灵史的状况来看 那雨多半是宋神侯惹来的 他说了一些 有损女神光辉形象的话 于是遭来了这样的大雨 追击洗涤 正是雨是中了点 也不是直接遭雷劈 著名郎便没有驱赶那雨灵史 终于到了神都 头顶上的雨总算是停了下来 这一路上 宋神侯与这些的宗主 把天书的爵士美人都聊了一个遍 甚至还说到了盛产天女 仙子的玉衡心宫 只是他们都不曾见到过 其他神将的人 神都浩瀚无彩 一片又一片霞宫彩楼 错落有致 成一种新幻浪漫状 散落在这苍原圣地上 地势平缓 山袖凌凌 远远看去山如屈平 凌如波兰山湖 这是一座色彩极其丰富的神都国城 这大概就是 女神明与男神明管辖的本质区别吧 名神族的神都 祝明朗实在不敢恭位 毫无美感 杂乱无章 有宋神侯领路 大家也不至于临时找落脚之地 宋神侯将几人安顿在了霞青山上 这里充斥着大量的云游诗人 歌舞功楼 九仙居府 算是神都最为繁华的几片霞山城了 而且 离玄歌神庙也不算太远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好久色的天书岭秀籍人物都住这一带 而那些力争上游先位的 多数住在那些灵府霞山中 注重修炼上的交流 动不动会切磋一番 或者组织前往一些兄弟历练个几天 天书有头有脸的人物 近期都会抵达玄歌神兜 祝明朗打听了一番 却是很遗憾地被告知 黎云姿又替玄歌打神族战去了 领袖盛会开启前应该不会回来 女武神黎云姿不统一 诸天万界 是不会罢休的 考虑到现在 自己有了一个新身份 祝明朗也不方便联系小迷妹秘容 正好玄歌神都物资丰富 经济繁荣 规模更是重性俱成了好几倍 祝明朗可以慢慢逛一逛 把小金龙的实力提升提升 小金龙第一个成长阶段很快 但到第二个阶段就慢了下来 陶妖鹿龙反而进入到了成熟期 实力也大大的提升了一截 精通各种花幻之术 也拥有小青卓之前所具备的 欣欣向荣之力 苍鸾青黄龙的成长上 锦李先生觉得 还是尽可能地 不要往雷属性方向走 苍鸾青黄龙的命种 虽然为青雷 但只是在龙王级上会比较强 他本命属性还是偏木一些 如今 他又是五行灵链中的木形 五行灵珠 赐予苍鸾青黄龙的力量 远胜于青雷了 不亚于一个准神龙的龙龄硬度 有三十万年银山圣路 小青卓的潜力非常大 眼看着他朝着神龙子迈进 著名朗必须在他成为神龙之前 将他的属性稳定在木属性上 当初小青卓晋升龙王 是借助了雷神根 假如小青卓继续走雷属性成长路线 那么即便到了神将级别 他的雷能力也无法超越雷公龙这样的存在 短期来说 青雷是可以 但长远来说 还是要回归到木属性 唉 最近修为增长的速度 有点慢了 来个暴神给自己展一展吧 天赐一个木属性的神源 这东西 无论是购买还是寻觅 难度都有点高 祝宗主 今日有一位风情万种的美人抵达 与我们一同 去为他接风洗尘 宋神侯直接带美人 和跟他一样喜好美人的道友 好 闲着也是闲着 助明朗要表现得 与周围的人隔个儿入 到了一处宴席 助明朗看到了宋神侯所说的 那位风情万种的美人 巧了 助明朗认识 这位是了梦宗的宗主 他的寻梦 解惑能力 天书无人能及啊 宋神侯说道 女梦师看着助明朗 脸色立刻就变了 在雀狼神城 女梦师目睹了助明朗的梦境 更在梦境里 看到助明朗将雀狼神给砍了 结果没过多久 雀狼神真的暴毙了 这件事绝对不会是巧合 所以一看到助明朗 女梦师差点呼出声来 用手指着助明朗 原来是梦宗宗主啊 韶姑娘当初可帮了我大忙 助明朗感慨了一声道 我 我不认识你 韶琴池急急忙忙摇头 我又不是什么大恶人 韶姑娘没有必要这么慌张 在下只是楼龙宗的小宗主 那天的钱我还没给你呢 助明朗笑着说道 这位女梦师并不知道自己急停的身份 所以也没有必要装作不认识 即便知道 这里的人也不会在意 一个小小的急停 不用了 我不收你钱 不对 我不认识你 女梦师说道 就在大家诧异 助宗主原来与了梦宗宗主认识时 又有一人姗姗来迟 宋神侯与其他几位宗主 甚至都从席位上站了起来 表示对此人的尊敬 此人阳刚之气极重 给人一种威武霸气的战神感觉 他先是与宋神侯点了点头 随后入座之后 瞥了一眼助明朗 这一瞥 让这位小战神猛地 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下意识地往墙边退了去 将屏风都给撞倒了 是你 杨兵指着助明朗 神情震惊而震怒 多必怪 助明朗也认出了此人 居然是那位在龙门关响牙处 被自己打败 然后咬蛇自尽的八臂金刚神 宋神侯 李旺山 秦佐等人也都露出了古怪神色 小战神杨兵 可是一位神子 实力不亚于一些正神 结果看到 这位助宗主 跟看到鬼一样 女梦师嘴唇在微微颤抖 大恶人 还说自己不是大恶人 人家赫赫有名的小战神杨兵 都被你吓成这副德行 原来你也是天书人啊 知道你是老乡 就不对你下那么重的手了 助明朗尴尬不是礼貌地笑着 尽量让自己的表情 看上去温和友善 小战神杨兵 估计是有心理隐隐的 但过了友谊会 他才意识到 自己完全没有必要这样 这里不是龙门 对方实力 未必强于自己 你们也认识 宋神侯小声地问了一句 不打不相识 我们在龙门中有争斗过 他被我殒灭了 助明朗直言道 啊 几位宗主听得都傻眼了 这么长时间相处 他们几个宗主都认为 助明朗是那种混吃等死的类型 哪有一个宗门 就他宗主一人的 得落魄到什么地步 所以这一路上 他们几个也放下了不少 对助明朗的小成见 偶尔也会指点一下助明朗 哪知道这位光感落魄宗主 如此生猛 在龙门中将赫赫有名的 小战神羊兵给杀了 好在羊兵是金刚体质 他的修为核心在体格上 即便龙门神游深可殒灭 也不伤他多少修为 不然小战神羊兵 岂不是被贬为了凡人